我们就来分析哪些手面相的人 就是属于建环哥的脸 超有义气的 朋友有困难都会帮忙 找他帮就对了 他就是超愿意借钱给人 对 但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手面相呢 他呢本身很有义气 但是他也知道你在骗他 他也心甘情愿让你骗 不过呢他是有底线的 如果说他觉得帮到一定程度 你觉得这个人救不了了 他就不会帮了 那这种有底线的 又有义气的手面相呢 带一点智慧的 我们来看一下你有没有 第一个手相的话 就是正直的手相 你的手相够不够正气呢 正直呢 就是掌纹呢 三条主线非常的清晰 而且你的手相没有其他的杂纹 非常干净的漂亮的三主线 是 如果说你的手相只有这个 很简单的三条主线呢 然后其他杂纹都没有的话 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你的头脑是蛮简单的 你不喜欢把事情复杂化 例如说很多人呢 去找他调节一些事情 他觉得很复杂 但是呢 遇到这样的人呢 他可以化繁为简 把一些东西呢 理得很清楚 告诉你 你的障碍在哪边 你的问题出现在哪边 找这个人就对了 因为他头脑很简单很清晰 而且会抓重点 所以这样的人呢 其实你找到他 他有个原则就是 救急不救穷 而且他对事也不对人 所以他可以在一件事情当中呢 他可以找出最大的重点 然后帮你抽丝剥剪哦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也蛮厉害的 好 第二个人就是义气的首相 这个人非常重义气的 那这种义气首相呢就是 手掌要非常的厚实 而且手型要呈现 方形宽形 土形手 那方形宽形呢 就是这个手到的地方呢 也是要跟着方方圆圆的哦 哇 我们的西小瓜 蛮方的哦 真的假的 小瓜他真的好方耶 对 你是常做地板动作做成这样的 一直折手 因为我们会这样拉筋啊 我们跳舞的时候 对 他的手真的是很方哦 所以他真的是重情重义 为朋友的两热叉当心的 对 他朋友有难呢 二话不说 他一定会帮忙到地 这个也是 对 也是方形的 但他很少帮朋友 哈哈哈哈 是有智慧的 我还不帮一些无聊的朋友 对 我又不是理解的 好聪明哦 帅戏的外表下 真是隐藏不住的 看不出来的笨 不过呢 这个方形手呢 是土形手哦 但土形手呢 他有一个重点就是 今天呢 他承诺过你的事情 他一定会帮助你 如果他今天不开口讲 表示他也没有想要帮你的意思 但一旦他开口 他一定会帮到底 所以这种人呢 他真的是一个 比较重情重义的手 那还有呢 平常如果都不会联络的朋友 就像刚刚建皇哥的朋友一样 有困难 然后才联络他的 像这样的人呢 如果他知道 这个人曾经帮过他的 他真的会感恩他 不管他之后有什么 他 人家说吃他一口 他还他十个 这样子 还他很多 加倍奉还 这一句成语不会 对不对 刚突然脑气有点空白 好 没关系 所以呢 像说 那土银哥正解释 我也没想起 我一直觉得 这应该是一句成语吧 对 就是 要问玉佩老师啊 还人己斗之类的 对 没有标准答案 水果子败树头 是这样吗 对 全都相貌 全都相貌 好不严 不是 你知道郑姐的话 你写在我们那个 脸书上面 对啊 脸书团告诉我 好 重点就是 懂得饮水思源 大家加油 正常 正常 先加油 别的观众好好好好的 救火没有加油 不要好笑 好 第三个就是豪气象 这个很特别的豪气 就是看一下就是 眉毛要柔顺 而且没有断眉 像建环哥的眉毛 就还蛮漂亮的 不知道有没有画过 如果天生长 他就长这样 对 天生长这样的话 真的是非常漂亮 他从花莲来的时候 就长这样 这个花莲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他原来就长这样 对 没有在修过这样 所以像这样的眉毛 代表说他天生 就是比较肝胆相造的 因为他照顾别人 他有照顾他的性 所以像这样的人 他非常具有同理性 所以有时候这个人辛苦 他可能跟他哀说 我的小哀没有得吃啊 我的老婆怎么样啊 家人多么痛苦啊 因为呢 他有这种同理心 有这种慈悲心 所以他会因为别人的痛苦 重了他自己不愿意 可是他也会很努力的去 帮助他 所以呢 他是属于比较重情重义的 像前面这两个人呢 可能他会帮助你 但他会看条件 但这样的人呢 他除了帮助你之外呢 他也会照顾你的心 所以呢 这三款手面相 如果你交到这样的朋友呢 其实有困难呢 这个都是菩萨来的 也都是你的生命中的贵人 来